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黎儿 过来 怎么了 小二 你看 好久没见这么美的月色 以前 天天在这儿待着还不觉得 对突然要走了 难道有些事不得 是啊 真美 不过 明日起 明我便要搬进皇宫 便不能住在一起 也不能像现在这样 这么自由自在地赏月了 谁说的 嗯 回头我就直接让你住进我的养心店里边 我看谁敢说不行 嗯 再说了 我也不会像父皇那样 嗯 嗯 嗯 然后黎儿 我 每天都在我身边 每天都在我身边 我 谢谢 哎呦 你一国之军怎么还听见撒娇 一国之军怎么了 我跟你讲一国之军那是在外人面前 嗯 在你面前 我愿意是你必须啊 嗯 好 你干嘛 你 哈哈哈哈 哎呦 我下来 太香了 别闹了 我下来 哦 哎呦 哎呦 我闹了 我怎么像东西啊 你看 什么东西啊 别闹了 你熟悉吗 这不是 还认得他吗 我叫 贺 贺连轩 我知道你叫冷离 我知道你不愿意嫁与我 我不说父皇宠爱 相貌平常 又胆小懦弱 你若是心有不悦 你说出来便是 我不会强迫你的 我嫁你是自愿的 以后 我便是你的王妃了 我 我 我叫贺连轩 我知道你叫冷离 是冷少将军的女儿 以后 我叫你离儿好不好 对吗 没怎么变 你倒是变了 我哪儿变了呀 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讨厌 我还记得那时 第一次见你 我还以为你是真的傻 现在回想起来 虽然我知道你是装的 不过 还傻得挺可爱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现在不可爱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还是得傻回去 那我以后就做个傻皇帝 哭了 那可不行 我们阳国的百姓可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傻皇上 大时候 你当上了皇上 一定会和先皇一样 忙于正午 到时候有个三公留院 早就把离儿抛制脑后了 离儿 你记着啊 我不管是贺连轩 是清儒 还是盐国的皇帝 我永远 永远就只爱你一个人 他就叫孟丽 别哭了 宣二 如果有一天 我不想让你当皇上了 你会怎么样 还不知道啊 那你会跟我 弄几天玩意儿吗 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无论你去哪儿 我都会陪着你 我都会去找你 宣儿 为父已病入膏肓 痛不久于人世 你已是我大言太子 无日将奔上皇门 祭成大头 有些肺腑之人 朕想跟你好好说说 成为一名帝王的路 是坎坷而漫长的 五人云 普天之下 莫非王同 很多人以为 当上了皇帝 就成了全天下的主人 为了这个武妖 太阳兄弟反义 父子成仇 他们或为权 或为力 但却唯独妄啊 为你 才是你的君王 立足的根本呀 北军之道 北军之道 总在体恤民情 胸怀天下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名为水 均有舟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警方 练乡 已被和声 太阳光 此, 你应该是 这两 walked 练习 句话 彼虎 正在苹果 提到 是 将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